暑假到了 大家都在封出国 桃园机场人潮满满 不过你有想过要如何算准搭机时间 不但不会错过 也不会太早到 出国大飞机最害怕的就是没有赶上航班 因此现在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估算 到底从抵达机场到上飞机需要多少时间 第一就是看需不需要托运行李 因为如果早就准备好行动登机证 至少可以缩短20分钟 不需要去排队报到 还有就是看航班时段 如果是早上 傍晚 周末或假日 容易大排长龙就需要额外预留至少30分钟 而机场本身大小也是关键 尤其国际机场路线复杂 从报到柜台走到登机口 几个航下要不要搭接驳才能够抵达 都要先做好功课 才不会跑错搞得紧张兮兮 会查网路上大概要躲球 然后或是根据经验法则 大概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比较保险 就早一点来就好了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估算抓到最后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东西都算不准 而且听说机场非常多人都塞爆了 我觉得这几个指标都算是蛮标准的 另外如果是自己开车 也需要将停车时间给算进去 最后乘客身份也很重要 如果有老人小孩 提早到机场准备才能更安心 有时候你没有感到他会怪我们怎样的 但是他们不会先检查 我们自己不提早出发 一般来讲我们跟客人 我们都会介意说客人早一点出门 在这边等会比较安全 因为你路上有时候塞车 或者一些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 你可能会耽误到你的行程 总归依据万事俱备 才不会担心东担心西 结果搞乱节奏 老乱情绪而坏了出游兴致 东西新闻 蒋青坑 何明廷 桃园报道